基本上我們在這邊要把呼吸做一個結束 我們的氣氛要揮紅一點 除了它跟癢跟瘟癌患癌的運輸有關之外 它其實也參與我們劣質值的恆定 我們身體的話 我們要維持正常生命現象 它本來就是要維持恆定性的血糖 你要恆定血壓也要恆定 腎痛壓也要恆定 劣質值也要恆定 可是我們身體很多的 這個代謝反應在進行 本來就是會有HG症的產生或者是犧牲 那要怎麼樣讓它維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那當然的腎臟會講得更多 但是跟呼吸有關的話也是 如果簡單的來說的話 皮液如果偏酸就叫酸中毒 皮液如果偏鹼就叫鹼中毒 酸血症跟鹼血症 那我們過去的話 我們都會說這個是酸中毒跟鹼中毒 那酸中毒跟鹼中毒又有分成是代謝性的 跟呼吸性 你如果單純的是因為 例如說過度換氣 這個大家應該聽過 緊張的時候會過度換氣 鹼血症長因換氣過度 造成體內然後再分壓的下降 對不對 那就吐太多了 那另外的話 如果跟呼吸沒有關係 是跟其他的代謝有關的話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代謝性的酸中毒或鹼中毒 那當然這也會碰到我們前面跟大家講到 那你怎麼知道你現在的PF值是怎麼樣呢 所以是不是就說我們有一些受氣會偵測 對不對 就有受氣會偵測 那當然是偵測讓它帶的量 偵測你去證 或者我們說叫做PF值 那剛剛是不是也跟大家講到 這個血紅素它可以把H症結合 H症會跟血紅素結合 那跟血紅素結合了之後 它是可以防止止力酸化 可以引發波爾效應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H症還在 對不對 它只是跟血紅素暫時結合 所以你真正的要把它排出去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靠呼吸作用把它呼出去 或者是排泄作用當中把它排出去 讓你製造腎臟製造尿液過濾 再吸收分泌 那分泌會分泌什麼 它有人製造 H症有沒有 接下來是什麼色素 腰裡面都是人造的東西 在正常狀況之下就是H症 那尿胞胎會有些會寫在H4這樣 其實也是H症的意思 其實它會突然結合 所以在尿液製造過程當中 它其實除了幫我們把H症胃物擺出以外之外 它幫我們的椰子質 還有我剛講呼吸 這都是真正的可以把 跟酸有關的東西直接把它擺出去